我马上带你关心了 黎巴嫩建筑党17号传出 成员的呼叫器同时间集体爆炸 造成了12人死亡 超过3000人受伤 如今对讲机也连环爆炸 造成20人死亡 超过450人受伤 纽约时报就分析了 尽管双向的对讲机 没有上一波的呼叫器攻击范围广泛 但是呢对讲机的重量 几乎是呼叫器的三倍了 而且引发更多的大型火灾 川普说了对讲机内部可能还有更多的炸药 造成了至少71户的民宅跟商店发生火灾 以及至少18辆的汽车跟摩托车起火 而这个对讲机呢 其实是由日本制造公司艾可木生产的 情号呢是ICV82 已经停产了 但是目前尚不清楚真主党 从哪里购买到这些对讲机的 但是呢其实早在2022年 真主党就被拍到正在使用艾可木的设备 不过爆炸后外媒报导 该款的呼叫器的制造商 金阿波罗竟是台湾的公司 对此呢金阿波罗昨天两度的发表了声明切割 强调商标有授权欧洲的BAC公司 不仅阿波罗跟该产品设计生产都没有关系 董事长许清光更是一度说要喊告 不过呢今天许清光也以证人的身份 前往了调查局的国安站协助调查 进一步来厘清公司的状况 但是呢呼叫器遭到植入少量的炸药引爆 被传执由台湾的厂商制造 国防部今天特别强调了 事件的真相为何 各方都还在厘清当中 只是呢对于是否有国内厂商涉及 他们是没有评论的 如今究竟金阿波罗是什么公司 媒体人黄耀明也指出了 金阿波罗在中国完全没有生产链 因为后来呢合作了美国的官方 需求包括了军情的领域 因为呢美国的官方的呼叫器需求领域 为军情跟警销医护等领域 其中一项的产品要件 就是不能在中国大陆生产或是代工 黄耀明也分析了 金阿波罗选择人少的路来走 因为不公标准的化产品 不像许多的统一页分分都到中国设厂 后来遇到产能过剩 或是违款收不回来等等的问题 金阿波罗选择留在台湾 与代工厂来合作 但如今出了事情 国防部长顾丁雄被问到了 爆炸攻击前 台湾是否有事先被通报告知 是否跟以色列有情报的交换关系 不过呢对此顾丁雄则是极力的前提说 绝对没有 目前已经有国安单位在调查 但是呢呼叫器如今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了 国防部的智库学者苏子云他也指出了 呼叫器呢在国外依然有特殊单位在使用 包括情报单位 医院跟敏感的组织 原因就是因为呼叫器的特性跟收音机相同 它都是单向接收 又不会发出讯号 可以躲避定位的侦测 而且呢 频段跟大哥大相同 具有长距离传输的特性 收续能力也比较好 可以让相关的组织轻易的架设发射 并传送内部的讯息 而苏子云也提到了 要在呼叫器当中植入炸药的话 首先要渗透敌方 取得采购清单等等的资讯 再从介入的物流面或供应链来改装呼叫器 也是需要一道功夫的 不过如今到底呼叫器跟台湾公司 有没有关系 国安跟国防团队也在加紧脚步调查当中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朋友们玩马上那你关心了 虽然现在整体的美国 已经宣布说要开始脏洗了 但是我们也带您来看到 今天美国联准会调降利率不到24小时 台湾央行也将召开第三季的礼监事会 决定利率政策跟房市的管制方向 不过数字电价4月涨价之后的通膨效益依然还在 加上房价涨势难易 央行都有无法跟进脏洗的现实压力了 应该会形成台美不同调的状况 只是今天的股市大家都很关注 虽然美国股市收黑 但是台股在台积电领军反攻之下 依然有不错的表现 今天加权指数开低走高 中场大涨364点 来到了22,042.69点 涨幅来到了1.68% 成交量是3277.09亿元 事实上台股昨天就起始开低走低了 盘中一度中错了超过200点 但5盘过后买盘挺进 跌点是逐步的收敛 最后一盘更在多头大单 狂交台积电 联发科 富邦金 国泰金等等的全只股之下 指数是瞬间拉升42点 而最后一盘的买盘 就近来自何方也引发了市场热议了 只是随着联准会主席 鲍尔宣布脏洗两码 而且基准的利率调降50个基点 来到了4.75%到5之间 这也是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降息 之后它还加码了 透过点状图 预估年底会二度降息两码 到2025年会再降息四码 2026年会再降息两码 国际金价也应声大涨了 黄金交易在纽约盘每盎司 报价就上涨了0.8% 飙到了2590.13美元 随后持续走升到2592.39美元的价位 升幅来到了0.9% 刷新了历史的新高记录 而日经的平均走势 今天也是开高走高的 以上涨578.76点 或1.6%的36958.93点开出 韩国股市的变动不大 综合股价指数开盘上涨了19.26点 或是0.75% 来到了2594.67点 只是联准会赠息也引发了投资人对于美国经济状况的担忧了 国际油价周三下跌 纽约西德州的中级原油10月的交割价下跌了28美分 收在每桶70.91美元 不然特原油11月交割价下跌5美分 收在每桶73.65美元 联准会赠息两码幅度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 引发了一些人担忧联准会可能看到就业市场放缓 脏息通常会促进经济活动跟能源需求 但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可能导致经济放缓了 不过对台湾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呢 33会的理事长林伯峰就主张了脏息来吸引外资 认为各国利率在降低 台湾应该跟国际接轨 除了要鼓励国内的企业继续投资之外 也可以吸引外资的企业 但是金融圈认为联准会之所以会降息 主要考量是通膨降温 经济傍缓 但台湾通膨才正要高起来 国内的物价已经连续4个月 冲破2%的通膨警戒线 8月的CPI年增率也来到2.36% 仅较7月少幅的回落 这还是台风影响 蔬果价格没有想象中大的情况 通膨没到可以无视的地步 只是外界也认为了 自从2022年的3月以来 联准会共升息11次 合计21码 当然很有空间叫 反观台湾在疫情后仅升息3码半 每一码都米足珍贵 就算降息也要省着用 除非出现明切的经济衰退讯后 否则目前是不会贸然的降息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让我马上带你关心了 半导体AI大热也为全球似乎带来了前朝 超委执行长苏兹峰就说了 他由衷地相信 AI会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这才刚刚开始而已 全世界才刚开始体会到AI的潜力 他说了 未来十年内 一般人不再问AI的投资报酬率是多少 反而AI会成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便及商业领域到教育乃至于医疗 他还预期了 到了2027年的时候 AI加速器的运算市场将达到4000亿美元 不过谭道哥回答的竞争关系的时候 他就说了 在火红的半导体也不会只有一家独大的情形 不过如今半导体跟AI是真的很夯 像是日本全国的平均电价 平均地价比去年上涨了1.4% 连续第三年上涨 而这个上升的趋势 不仅在大都市地区 在偏远地区 还有旅游目的地也都是如此的 除了受移民欢迎的 就是冲神县之外地价涨幅最高的 还有正在兴建半导体工厂的 北海道跟熊本县了 在前三名增幅最高的当中 第三位就是北海道的千岁市 熔丁武丁牧了 成长了23.5% 就是因为国产间端的半导体工厂 正在建设当中 员工的住房需求也不断的增加 而瑞银集团也公布了 2024年全球财富报告的预测 可以看到由于AI热潮带动 台湾半导体业的蓬勃发展 再加上受惠与富豪的移入 台湾的百万美元富豪人数 将从去年的79万人 到2028年会大增47%到116万人 增幅在报告中研究了56国当中 我们台湾是第一名的 至于去年台湾民众财富的中位数 则为11万美元 韩美朝鲜报日报就分析了 台湾半导体跟AI产业的蓬勃发展 正在重塑台湾的经济 金元代工厂的龙头 也就是台积电 正在推动台湾的薪资 房地产还有个人财富成长 使得台湾的人均GDP 都可以超出了韩国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也指出了 台湾的人均GDP逐年上升 预计今年将会达到34,430美元 超过了韩国的34,160美元 不过韩国在2003年曾经超过台湾的人均GDP 但是自从2023年以来 随着台湾在半导体跟AI的供应链中 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台湾的人均GDP 已在2022年重新的超越了韩国了 不过近年来 随着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加剧 半导体供应链开始进一步的向台湾转移 美国从中国进口半导体的占比 也大幅的下降了 台湾则是不断的增加 2022年底开始的深城市AI热潮 更进一步的推动了台湾伺服器 跟运算相关公司的需求了 而美国的恒里环球顾问公司也分析了 他们说目前全球共29,350个人 拥有1亿美元或以上的流动可投资的资产 其中最新报告就列举了 全球前50座主要城市当中 纽约以744人排名第一 而台北则是排名第39名 报告还指出了展望到2040年 台北拥有1亿美元或以上的流动可投资资产的人 预计将会增长超过150% 也可以看到了半导体跟AI热潮 如今是真的真的非常旺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广资讯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